HELLO 大家好 我是RC Mark Koala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日本的高橋梁界 他專程從日本飛過來香港接受我們的專訪 HELLO 高橋先生 你好 相信有看頭文字的觀眾 其實他的記憶都很深刻 在第五季入面 你的FC對北橋林的死神GT-R 當天發生了甚麼事 還有你有甚麼心情可以跟觀眾分享 還有你那時怕不怕死 其實每一套黑色的死記 死神北橋林都會約我一天死戰 但我知道他是想用比賽來殺死我的 所以我次主要放下飛機 直到Project E 要去過這座神南村縣座第四季 我便是時候覺得這個時刻要放下飛機 所以我便改大Zorga F3的戰線 比賽緊了 我便被他在後面撞 然後被他逼到我衝水的邊球 最後幸好我也不知道技術在那裡 才可以發燒為燃 最後因為他的R32在最後裏面 受制度不孝 就說要送上飛機的時候 我便跟後面搬線的事件 就合理用我們的車幫他踏下來 最後檢討好一陣 我們也跟Bissons同一組 跟他說車手是不需要女朋友的 所以回到後就終於帶來去金融 那便同時都合辦了 謝謝高橋先生 很感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是 好開心回來了 其實今期Modelus推出了一系列的頭文字套裝 它的尺寸是1比64 其實象徵度是一流 除了賽道和背景之外 其實它好像已經回到當時比賽的場景一樣 除了第五輯的FC對死神這兩輛車仔 其實還有第一輯和第三輯 分別是托海對信斯的終極戰 以及高橋啟介的RX7 對北條號的NSX 預計5月尾就會回貨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去RC Mark訂購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讚、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